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就记得留言、订阅、赞好、分享给朋友 新人是很需要大家订阅支持的 大家就记得多多订阅支持我这个正常新人 今天要讲的新闻就不是其他新闻 就是讲关于我自己的事 就是我港安思古井本人的事 其实这件事来得挺突发的 因为我是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才收到朋友的信息 他们就通知我和我说 喂!井仔!井仔!你这些资料被人摆了上去 找老爸老母 然后我就说是吗? 那我上去看看吧 然后现在就看到了 大家都看到我贴了资料 我卖了我的地址 其实对于被人起底这件事来说 我不是太在意 因为我以前自己都已经试过被人起底 所以我就觉得 现在再被人摆个名字上去 其实是没什么所谓的 还有有时候我会觉得 如果可以被人把名字 摆上去 《子温老爸老母》的话 某程度上 是说那些人对我做的事 其实是一种肯定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很出名的KOL 个个都榜上有名 就像华记、李智敬、黑超哥、肥仔杰 个个龙头大佬都上过 《子温老爸老母》了 其实能够榜上有名 代表了自己做到的事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那些黑暴看得很不开心 所以他们才愿意用他们的精力 找我的资料 把我的资料放在表上 其实对我来说 都是一种荣誉 其实就像一些上阵打仗的仗士 对于一个仗士来说 最大的荣誉不是 他拿了什么荷兰奖盖 什么奖牌 什么奖状 而是身体有什么伤痕 去证明自己 如何为这个国家付出过 而我现在就有一度 属于我的伤痕出现了在我的身上 我其实是不会因为被起底 而觉得很羞愧 周围走、周围躲 反而是更加要勇敢站出来 去面对自己觉得对的事 去面对自己以前的事 如果好像我自己几年前 我几年前就已经被一帮黑暴追击 去抹黑我 我当时就寡不敌众 另外还有其他因素 就选择了潜水 直到现在 都是继续被那帮黑暴抹黑我 那些黑暴 如果你怕了潜水 那些黑暴就会继续很开心 为所欲为地抹黑你 唱衰你 不过这些就牵涉到 一些我几年前的事 当中的情节又过于复杂 就算给10个小时 我都未必有信心 可以说完整件事的来笼去脈 所以关于一些以前的事 就迟些再说了 另外我想说下 其实那些黑暴 他们是又暴力又蠢的 他们去起我底的同时 但他们有很多资料是说错的 不知道有些东西是故意说错的 还是他们很蠢 根本连真假都不识分 亂说当被吸 这件事就真是不知道了 现在就慢慢和大家看看 一些我被人起底的资料 究竟有哪些是对的 有哪些是错的 名字就对了 我是叫做梁聂明的 身份就说我是一个亲中人士 这句废话来的 因为每个中国人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 你也好我也好 大家都是亲中人士 有什么特别 所以这个也是对的 电话号码 电邮 那些都是对的 为什么呢 我每条片自己都放了出来 想找我就找我 至于地址 就不回答大家了 出生日期 读哪间中学 Facebook 连登帐号 这些都是对的 接下来就是最想和大家说的 关于行径那一部分 那里写了有五项事 第一第二样都是对的 第三样就是重点 第三样就是说我是一个 情色骗子 其实这一件事就很好笑的 因为我以前 我未被那些黑暴去搞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一个正常的年轻人士 我有时都会和朋友吃饭 大家年轻人 年轻女就一起拍张照 放上Facebook 但是那些黑暴 去抹黑我的其中一个技巧 就是看图作故事 首先他们就会拿我Facebook所有的照片 然后就特意聚焦在一些我和异性的合照上面 然后就作故事 然后一有异性合照 那么疯狂贴几张出来 就说我是一个周围去吃女网友的人 其实这些是他们很常见去误人的招式来的 其实只要当时那些黑暴 他们的网民人数够多 他们喜欢怎么误你就怎么误你了 因为自己一个人就只有一把口 不要理是非对错 他们只用人数策略 就已经可以盖过你所有的声音 哪怕是你发出来的声音 是多亢章有力有证据都好 他们一概都可以用人海策略 阉过你所有的声音 因为他们贴我的照片出来的时候 其实全部照片 他们个个就声称是我吃过女网友 这些真是屈得屈得屈得 因为照片里面 有些其实是一些我的中学同学 有些是我和小学同学聚会的一些照片 有些是我以前出去搞学生会的时候 出去认识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合照 但是那些黑暴看吐了个故事 其实不单止我的 有很多人他们都很喜欢 这样求疑贴几张和异性的普通合照 就无端端在屈人了 其实如果真的好像那些黑暴所说 说我是一个曾经周围吃女网友的人 其实最简单直接的了 你直接找那个受害的女网友出来 然后再拿几张合照 合照不是普通吃饭的 是那些有极亲力行为那种的合照 你起码有几张在床上的照片才计算 或者起码也要有几张在酒店的照片才计算 有个这样的人再加上这样的照片 就可以证明到一干二正 证明我真的是一个情色骗子 我专骗女人的 但是那些黑暴是完全做不到这件事的 其实大家留意一下 这件事就是跟爆眼女事件性质一样 其实最强而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呢 就是爆眼女本人自己 如果爆眼女本人走出来 然后再自己贴多几张照片 看上去很真的那些照片 那全世界都信了你爆眼女 是不知道被香港警方射爆眼的 你这样的公信力一定大真的 但是为什么爆眼女 永远都没有个真人出来 永远就只有几张照片 眼睛有红色张那些 都不知道是真的被人打盲了 还是真的是血来的 但是那些人都信了 看图作故事嘛 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又是那些黄尸黑暴最常用的技巧 大家是可以留意到的 第四就说我是KOL18的成员 这个绝对澄清一下 这个就真的不要乱屈了 不是个个蓝丝蓝营的人出来拍片 就是KOL18的 我井仔思古井 我现在是没有任何党派 没有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资金在背后赞助 支持我去做拍片这件事 我拍片是因为我自己过去有很多被迫害 经历过很多不公平的事 就从而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令到我看到很多其他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 于是再有很多其他的契机 就令到我立定决心出来拍片 为正常人 为香港人发声 就是这么简单 好像我这些得几百人订阅的小频道 老实说 哪有资格去加入KOL18 你问我 我都想加入KOL18 到时可以和那么多出名的龙头大佬 那么多YouTuber 那么多偶像一起合作做节目 到时可以一起并嫁齐驱 一起为香港发声 是一件多开心的事 所以其实我都很想有一天 别人看得起我 让我加入KOL18 让我又有更多更好的资源 又可以认识更多人 可以去拍更好的片 给我的观众看 另外第五 就说我是热血公民的成员 曾经在热血公民网台上做主持 这个就是错的 我猜应该是黑暴黄尸 故意决我是黄尸 希望蓝营内控 去损害大家 去损害我 因为我怎会和热血公民这一类 那么黄的 在里面做主持 没可能的 不过有件事我都需要承认 其实我曾经去过热血公民的网台上 作为嘉宾去分享一些自己的事 但是那时已经是2017年的事 因为当时港安医院对我做了一些侵犯人权的事 或者可能是他们犯法的事 另外亦有一间叫做博恩浸讯会的教会 牵涉到里面 不过详情就太过太过复杂 一时三刻就说不完 总之我就是因为这些事 被邀请作为嘉宾上去他们的节目去分享一些自己发生过的事 经历过的事 如果大家当时有看那些节目就会知道 其实那时的分享是完全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的 反而是和基督教这个宗教有莫大的关系 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些片 上去的时候是纯粹分享自己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甚至牵涉他人犯法的事 其实我自己每一条影片下面的资讯栏都有放下过一条超连结的 里面是有说一些关于港安医院对我做过什么事 不过其实里面的内容 里面的黑材料黑市只不过是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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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背后还有更多黑暗更加污糟的事 是我未公开过出来的 如果有兴趣的观众 我建议你们可以 在我的新闻里面 看下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事 知道一些很黑暗的事 可惜的是我上去热血公民做嘉宾的那条片 现在要是热血公民网台付费的会员才看到 现在没有公开大家都看不到 我自己都找不出来看 话虽如此 但我之前也有在一个叫做花生台的台里面作为一个嘉宾 即是花生台都是偏黄的 但这个大家就不需要太介意的 我那时都是在花生台都是17年作为嘉宾 在一个叫做教会讲客实录的节目里面 在里面都有分享过一些关于自己的事 主要就是分享波安浸上会做过什么事 这个大家在YouTube直接搜寻我的网名都可以找到 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我过去的事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节目的朋友就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按个小铃铛下次再看 拜拜 各位拜拜